繼續回來發財廣場環節 身邊嘉賓是Jason和你聊天 Jason 你好 不如和你談談個別消費股 第一隻想和你談談就是中國旺旺 編號151 今天來講表現不錯 升幅約近半成 去到7.21 在圖表上已經有幾支陰燭 這隻你又如何分析 旺旺在去年的第四季方面 都是完全跑贏大市 看到市跟著歐洲 跟著大陸方面不斷跌 但是這隻股份就是 逆市是升得多 上年升得比較多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因為經濟周期 是比較差的關係 都令到這些做必需品的行業方面 整體的需求都是維持一個穩定的增長 受到歐洲方面影響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第二個因素就是原材料方面的成本 都因為那些糖 那些味精 或者那些麵粉等等的價格 都是跌得比較多的關係 都令到它整體原材料的成本壓力放緩了 亦都是令到它的毛利率方面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市場上面都比起這一類的 叫做必需品的消費股 有一個較為高的股值 所以都叫升到去 之前最高的位置就8.3毫多 但是最近這幾天 就看到股票很明顯是有個很急的下跌 要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近期來說 大市的氣氛都叫做轉好了 之前都叫做比較領先的股份 或者沒什麼跌過的股份 就自然是不能夠直接受惠到這一陣的升浪 再加上近期的市場升 都是炒作國內方面放鬆銀根等等的 是理好因素 但是這一類的股份 剛剛都說過了 既然之前沒有受到銀根緊 令到它跌的情況 那自不然這一陣的銀根放鬆 也都不是很關他事 所以看到它的股價方面 也都是在近期方面 是跑輸了大市 那如果你說再看它的股值方面 如果PE都有30多倍高 也都很明顯是比起整個大市 大概是10倍左右的PE 都叫做有個很明顯的日價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再去追往 我覺得那個直播空間就不是太大 就算你說接下來大市真的要升也好 但是那些基金要追貨 都未必會選擇這些 高估值和整體和經濟周期相關性 比較低的股份來炒 好 即是不是太建議現價去追入行業 好 另外一隻想和他聊聊 就是973歐書單 公佈了首三季多銷16% 銅店銷售增長6.2% 當中亦都看到中國銅店銷售增長接近兩成 而香港和巴西的銷售額強勁增長到3.7%和3.5% 我都問你意見 歐書單來說 其實看到銷售額表現不錯 投資者來說 這一隻又如何分析呢 歐書單方面 看到今次銅店銷售整體的增長是6.4% 單看這個數字不算特別高 但是如果你看回中國方面的銅店銷售增幅有接近兩成 另外在巴西方面 香港方面都有三成多 都見得到歐書單本身之前主打的市場 即是歐洲、日本那些 整體的增長是明顯放慢了 但是一些新興市場和香港方面 銷售仍然保持一個強勁增長 所以都令到它今天股價方面做得不錯 但是我自己對於歐書單這隻股份 就暫時有些保留的 因為始終在國內方面 雖然那個銅店銷售增長 都叫做有兩成那麼高 但是如果你說參考之前 是百利、莎莎、佐丹奴那些 在國內整體的營運的狀況 其實去到去年的第四季開始 都明顯是走下坡的 去到今年的上半年 相信這個不利的情況 都還是有機會持續 所以歐書單你說今天升了那麼多 還能不能夠去再追呢 我相信短期之內 再急升的空間 就未必說會太大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消費股的話 我都寧願選一些比較落後的股份 如果這麼多隻裡面的話 我暫時就比較看好一二一二 就是利福國際的 其實之前都多次跟大家說過 本身是營運一些白貨公司 特別是在香港做展示稿 整體來說 都保持一個很穩定增長的部分 剛剛之前也發了一些債券去集資 也有利到他在國內方面 開開一些新的白貨公司 我相信這一方面都會幫助到 他的股價可以追回落後 我們稍後再講一下消費股 現在想聽一下陳小姐的電話 你? 是 陳小姐 我是4.3 恆大地産 昨天聽到介紹 說恆大地産入了3.9毫半 所以我又打電話問我走不走 我剛剛買了就變了3.9毫半 他說要賺回4.5毫半 他就不會走 現在跌了3.5毫半 怎麼辦呢 走不走呢 現在打不打他呢 是明白的 恆大地産3333 這一隻股價一向都比較波動 家人觀眾 4.3毫半買入 現在怎麼辦 沒辦法 你買的價格都算是近期的高位 說這一類波動性比較高的內房股 亦都預算在高位的回調都會比較大些 但是如果你看回整個走勢來講 其實他又不算很差 說之前那一陣 就是由1月初 說的是由3元升到上去 接近4個多 其實整體的升幅方面 都要有三成那麼多 所以你說近這幾天 調整可能10%左右 都算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整固 暫時我自己看走勢 都應該在3.4這些位置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就未必說這麼容易跌得穿的 再說回 始終內房股本身的基本因素 我自己就不是說真的這麼看好 所以你說接下來 這隻股價有機會站得穩在3.4 然後出個反彈 上去4元左右的時候 我都建議可以考慮在那些位置 走一走些貨 至於你說現價方面 我就建議暫時是握一握著 陳小姐好嗎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的電話 Jason繼續說回零售股或消費股 其實都手上看到一份大行報告 說瑞信那方面出來的 當中也說到零售銷售方面的動力 其實增長都開始放緩 亦都預測到在2012年首9個月的零售銷售額 增長是比較疲弱 當中第一季的表現是最差的 亦都說到很多分析員 亦都開始去削減過盈利預測 我想問你這一方面 你有怎樣解說 其實去年的第4季都經常跟大家說 始終現在無論是香港也好 或者是內地也好 整體的消費市場都是好受 或者是國內居民的消費意欲去帶動 當如果你說國內方面整體的經濟環境 是叫做疲弱了下來的 見到可能很多公司都沒有人工加 或者甚至乎要裁員的話 都會令到那些居民買東西的時候 都可能會是守緊些 或者會是就住就住 如果你看回近期一些公司 好像六幅來計 都公佈了在春節那幾天的假期 在香港和澳門銅店銷售的增長 就只有個位數字 都遠遠是低於之前幾年 有兩成多以上的增長 都反映著 就算你說去到今年農曆新年這些旺季都好 個別這些消費公司的表現 都不是太理想 都反映著可能在這一兩季來講 無論是香港或者國內方面的零售股 都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沽壓 但是經過這兩季的調整之後 當內地的經濟去到下半年可以好轉的時候 我相信這一類的消費股 無論是高檔一些也好 或者是一些大眾化的必需品的消費股也好 都應該還可以受惠到整個內需概念 特別是國內政府未來都仍然會增大居民的收入 以及都會在稅務、保障性方面的措施加強 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 相信在一個長線來說 都會有增無減 瑞信這份大恐報告也講到 整個中國的消費行業 他選擇行安、百例和百姓 我們這一節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發達廣場環節 會有第二位分析員和大家聊天 有事想問我們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0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